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跟谢主 我们都需要吃喝享受主的话 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服事主的人 这个姊妹们啊 在家里的地位多么重要 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呢 也是如何的重要 姊妹们啊 在家里面非常的劳苦 到了会所 还要许许多多的服事 最后还要做牌联络人 在小牌的里面还要服事 所以姊妹们在教会中 真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服事主的人 如果我们不服事主 我们就是服事马门 或者是服事法老 你看以色列人他在埃及地 他就是服事法老 法老叫他们做苦工 然后盖这个积货城 那个城也是法老的 祸也是法老的 所以我们需要看见 如果我们不服事主 我们就是浪费我们的生命 浪费我们的时间 到最后真的是一无所成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事奉主的人 一个事奉主的人 当然就要有基本的学习跟装备 对不对 那一个服事主的人 真理的装备和构成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讲到读经的生活 那我们就需要先了解 圣经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 如果世界上只能有一本书的话 那就是圣经了 然后世界上 这个有千千万万本的书 是在解释圣经的 是在讲解圣经的 所以就可见圣经这本书是书中之书 也简单的说就是这书 圣经的意思就是这书 这本书 圣经像一个泉源 涌流生命 圣经像一把钥匙 开启智慧 圣经像一粒种子 结出果实 圣经像一座宝库 充满珍宝 圣经像一支利剑 赤入剖开 圣经也像一面镜子 光照显明 圣经真是包楼万有 因为圣经就是在启示基督自己 对不对 所以圣经是一本超时间 超空间 超思想 超文化的一本书 圣经叫人火 圣经也叫人死 圣经叫我们笑 圣经也叫我们哭 圣经真是一本奥秘的书 我们阅读圣经就觉得圣经越宝贝 到最后我们会只剩下读一本书 今天我们读了很多的书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 我们慢慢慢慢越读越读到最后只剩下一本书 就是圣经 阿们 感谢主 姊妹们在教会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要举一个例子 这个姊妹们训练了一位非常有生命 有学习的一位弟兄叫做提摩泰 提摩泰在圣经里面说 她从小明白圣经 她是天才吗 她是什么 不是 是她的外祖母罗以 是她的妈妈尤尼基 从小就陪她读圣经 所以她才能够从小明白圣经 你知道我们做妈妈的 从小陪孩子 盼望她长大有出息 但是罗以跟尤尼基 从小就栽培提摩泰 从小明白圣经 然后把一个提摩泰 这么好的弟兄送给了保罗 成了保罗的同工 你看姊妹们扮演何等重大的一个角色 何等重要的角色 那怎么样来明白圣经呢 提摩泰她是外祖母妈妈教的 那今天我们要看到 在照会的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 像下以马五师的门徒一样 主耶稣被钉死了 两个门徒觉得没有希望了 灰心上志了 就走下坡路 就从耶路撒冷 他要走到以马五师去 主耶稣复活的第一天 就陪着这两位门徒走走走 他不是陪五分钟 不是陪十分钟 走二十五里路 然后主耶稣就陪着两位门徒 一面走一面给他们讲解圣经 所以这两位门徒后来做见证 他说当他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 越听主的话里面就越火热 然后主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 叫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这是明白圣经的方式 就是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讲解 因为作者就是主耶稣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 亲自来跟我们讲明 当然是最好的 最直接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 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以后 他成了赤生命的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在做讲解 在做翻译 在做说明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他不断地在那边讲解 在那边说明 叫我们能够明白 所以主耶稣他才说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 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主的话就是实际 主的话就是生命 主的话就是实际 所以这位实际的灵 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来讲明 来讲解圣经的真理 第三 在史诸经家第八章 那个圣灵就引导菲利 那个传福音的菲利 说你去贴着一辆车子走 一辆马车 那个马车里面 坐着埃提阿伯的太监 他正在读以赛亚书 那菲利就顺从圣灵 他就去到那个车子旁边 然后就跟这位太监坐在一起 然后看到他在读经 菲利就问他说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这个我没有常常问弟兄姊妹 然后他当然不明白 那菲利就跟他用以赛亚书53章 来跟他传讲基督 就把主的话就解开了 菲利为什么知道 因为圣灵已经跟菲利解释过了 所以菲利就再来解释给太监听 然后就带领他得救了 就在河里面就受尽了 菲利的福音就是这样开始的 菲利也是陪啊 陪读啊 刚才不是讲到陪读圣经吗 陪读圣经吗 主耶稣呢 陪两个以马五师的门徒 那今天在赵会的里面 又有很多灰心上志的 往下坡路走的一些弟兄姊妹 我们要陪他们读圣经 把他们引导到主的面前 那菲利也是陪读圣经 然后到了十六章 这个保罗他因为看见了 马其顿的意象 圣灵就带领他到了菲利比 到菲利比的河边 向一群妇女传讲主的话 那主就开吕迪亚 是一个妇女 开他的心 叫他注意听保罗在讲什么 那他一听保罗跟他讲解了以后 就懂了 那吕迪亚就全家得救了 这就是菲利比教会的开始 到了十六行战 十七章 我们就看见保罗来到了 霹里亚这个地方 保罗也是跟他们传讲主的话 他们就甘心领受这话 然后天天查考圣经 所以菲利亚的弟兄姊妹 他们借着保罗的传讲 保罗的教导 然后他们天天查考圣经 所以他们也就明白主的话 所以你看我们要明白主的话 第一个主亲自向我们解释 当你个人在读经的时候 你说主这句话我不懂 你跟我解释 主在里面他就解释 所以主解释圣灵解释 这是同一件事 然后我们陪赌 陪赌就带着一种教导 讲解的味道 对不对 我们陪他赌 不是光赌 我们还要跟他讲解 所以陪赌就有讲解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陪伊玛五十的两个门徒 然后菲利陪这位太监 陪赌他们就认识圣经了 另外就是像保罗这样子 像保罗这样子 他用教导的方式 因为保罗他已经自己先明白了 因为圣灵已经向他说过了 他已经明白了 所以他在教导 然后讲解主的话 保罗这种情形 就是跟罗以跟尤尼基 教导提摩泰的情形是一样的 叫他从小明白圣经 所以当我们经过这些过程了以后 就能够使人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必须要首先 是一位读经的人 是一位追求真理而明白圣经的人 才能够把别的弟兄姊妹 也带到真理的里面 我们必须要先经过过程 对不对 主的话一解开 就使愚人通达 主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很多的弟兄姊妹 像以马武士的两个门徒一样 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像拉撒路一样 他这个死里复活了 重生得救了 但是他还有很多的限制 他还有很多的捆绑 所以果头巾 果丝布 都还包着 但是主耶稣说 解开 叫他走 你必须要解开才行 有些弟兄姊妹得救了 他没办法走 因为他有太多的限制 有许许多的限制 在他身上有捆绑 所以要用主的话来解开 所以他们需要有主的话 生命的供应 解开了以后 他就能够走路了 主的话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可以走路 那这个主耶稣说过一句话 他说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就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住在 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 主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住在主的话里 当然主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住在主里面 也就是住在主的话里面 那主的话当然也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凡我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意思就是说我们祈求的都是主的话 照着主的话来祈求 就不是忘求 那主就给我们成就 所以主的话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就需要实行 从不读圣经到常常读经 到天天读经 到最后能够被主的真理所构成 然后成为一个传讲真理 成为一个推广真理的人 对不对 就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真理的里面 我们高中的时候 青少年聚会 大概差不多一百个弟兄姊妹 我们就分了很多组 每一组大概五六个人 然后每一个礼拜六的晚上 青少年聚会的时候 要跟你的组长报告 组长他有一个表格 他就要填说你这一个礼拜 新约读了几张 旧约读了几张 从哪一张读到哪一张 每一个礼拜都要登记 弟兄姊妹 这个好处很多 除了提醒我们要读经以外 他提醒我们要聚会 你不来 你如果没有来青少年 你就会 你怎么登记 那那个组长 组长他就非常忠心的 他就每一桌都要登记 然后到了一年结束的时候 就要统计 弟兄姊妹一共读了多少圣经 然后弟兄姊妹再来做见证 读经的见证 这个就养成我们读经的习惯 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呢 现在我们三三两两 我们在实行三三两两 我们这个活力小组可能有三位 四位五位 他也是一个读经小组 我们可以找一个组长 然后每一周 每一周我们总要聚一次 总要聚一次我们也来登记 你这一周读了多少 那如果这周没有读 就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 所以到了最后一定要登记的时候 赶快读 多读一点 这个就鼓励我们好好读经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就是一种方法 那另外就是借着诚心 我记得以前 我这个高中的时候 早上一早要到台南会所去 诚心 张基尊弟兄 他就坐我对面 我们几个弟兄 他就陪着我们一起诚心 诚心完了以后 还要到另外一个弟兄家里面去 他的家 我们有四个弟兄 早上在诚心 那个带我们诚心的弟兄 现在是美国 Irvine教会的负责弟兄 黄涛弟兄 他那个时候在台南服兵役 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生 他租一个弟兄的房子 所以我们四个 我们三个高中的弟兄 还有他就陪着我们 每天早上诚心 好了 我们诚心完了到学校去 还有一场诚心 因为我们学校里面 十几位弟兄 十几位弟兄 在校园的里面 我们还有诚心 所以那时候诚心 都是读主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 罗马书 哥林多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我们就是这样一直读 一直读 所以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 把主的话 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 那养成了读经的习惯以后 我告诉你 我每一次失败了以后 我就是做两件事情 每一次失败了以后 悔改认罪 奉献给主 然后就把圣经打开 就开始好好读经 这一辈子里面 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失败软弱灰心 但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过来 都是这样过来 主的话一打开 就有希望 如果你在跪下来读主的话 那就是真是 真是满了希望 满了盼望 感谢主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读经的生活 叫主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其他的弟兄姊妹 也带到这里 我今天也认识爱你